女人的病人 Dottor Choi 你好 我是新入来的智慧护士Amy 阻你休息 不好意思 你好啊Amy 是不是有病人查询 是位50岁的男士 她早上睡醒后仍然觉得累 迷迷糊糊地想继续睡 日头工作的时候 还经常闭眼睡 初步符合思睡症的特征 那要看看她晚上睡觉的质素是怎样 不如安排病人来见我吧 我会评估一下她晚上睡觉的时候 会否重复出现呼吸暂停 很大声的避寒 还有是不是经常扎醒 有机会有睡眠窒息 我会安排她做居家睡眠测试 透过睡眠时候的呼吸状态 氧气饱和度、心率 打鼻寒声量等数据 就可以诊断是否患有睡眠窒息症 那她有没有超重 肥胖是睡眠窒息症最常见的原因之一 有点超重 我会建议先改变生活方式 例如减重 还要避免酒精和使用催眠剂 改善睡眠环境、调整睡脂等 其实她也可以考虑用睡眠呼吸机 不过怎么也好 先做检查 看看是否有生理结构的问题 例如鼻孔和喉部的结构異常 而导致她有睡眠窒息 Amy 你也记得提提病人自己做睡眠日志 记录下她睡眠的习惯 等我做评估的时候 就更加容易分析到 她究竟潜在什么的睡眠障碍 没有问题 睡眠窒息症对病人健康和生活 会造成很大影响 除了肥胖 出现多种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焦虑等问题的风险 都会更高 记得 关心健康状态 未病先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